Hello,大家好 这盆石湖蓝是我上个星期刚刚给他换完资料的那盆石湖蓝 他长得有点凌乱 今天刚好有空准备来给他做一个支撑 把上面的这些支梗给圈起来 这个方法也是我刚刚从网上学回来的 第一次做 有点笨手笨脚的 就慢慢的欣赏云月看着我怎么做吧 最后一切都 Engineer 这下一个词欣赏云月看着我现在的词欣赏云月的小型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看着我这个词欣赏云月看着我 还记得了这个词欣赏云月看着我 就像我这样一样的词欣赏云月看着我 在那里面的词欣赏云月看着我 这个词欣赏云月看着我 看着我已经看着你 这样的词欣赏云月看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子就做好了 现在把上面这个圆圈收微的弄得圆一点 就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插在这个盆子的边缘上面 这种方法呢 在没有种植之前把它放进去就比较好一点 现在这些植料 因为我下面是有一点石头跟陶粒 要慢慢的把它插进去 我应该在那天换植料的时候就把这个支撑给放好 这样子就方便很多了 现在就这样子把这些支梗给围起来 露了一支在这边 慢慢的把它塞进去吧 小心不要把它支断了 小心不要把它支断了 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再来就要把这个边缘的地方弄一个钩子 把这一边也勾起来 这样子就比较稳固 这种钩线非常的硬 然后这个位置也不好使劲 有劲好像也使不出来 好了这样子勾紧就可以了 用钢线代替了竹签有几个好处 它不会像竹签那样子时间长了就会发霉 竹签的发霉就会直接的影响到兰花的根的生长 我之前也有一颗蝴蝶兰也是因为竹签发霉而导致根腐烂 用钢线来做这个支撑呢 它可以循环的使用 钢线也不会长锈 后面这边还有一根竹签插在这边把它拆掉 之前是用三根竹签把它支撑起来 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凌乱 插上竹签之后还需要用东西给它绑起来 这一颗石狐蓝长得非常的高 风一吹它那个竹签就摇摇摆摆的不太稳定 我这样子用这个钢线做这个支撑呢 看起来就比较稳固 然后看起来也是比较美观 只是第一次做这种支撑 还是毛扫毛脚的 继续来做几个 应该是越来越顺手了 我准备把所有用竹签做支撑的兰花 都换成用钢线来做一个支撑 视频做到这里 家里的男士们都看不下去了 看我连钳纸都不会拿 也在这里发这个视频 我自己就觉得马马虎虎了 都算成功了吧 你们觉得我合格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